性丑闻 中情局 双胞胎 故事越来越精彩了 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 和他的传记作家 弗罗德维尔的婚外情 被质疑可能造成机密外流 这期间彼得雷乌斯特别的朋友 一名在佛州的社交名媛吉尔凯利 却开始接到不具名的威胁email 凯利请联邦调查局的有力朋友 帮忙调查 他不但两肋插刀 还附上自己的上空照片 他发现了彼得雷乌斯 和布罗德维尔的秘密电邮账号 连带逼的彼得雷乌斯 丢了乌沙帽 他更深入调查 居然又挖出了上千封 阿富汗美军最高司令艾伦 和凯利内容十八禁的电子邮件 是不是越听越糊涂呢 还没完 凯利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他跟前夫打儿子抚养全官司的时候 彼得雷乌斯跟艾伦都情意相挺 艾伦暂时还有工作 但是彼得雷乌斯的下场会如何呢 你觉得彼得雷乌斯应该秀审吗 留言告诉我们吧 来给我们一起 赶快到脸书